看看新闻网 这就由于人一进入地面中立环境以后 大量的血液又从头面部转移到下半身 造成头面部的缺氧造成 所以曾经像美国在飞行中 飞行了16天 16天飞行以后返回地面 在寒天员的话 在举行一个仪式上 就晕倒的这种现象 所以在这个适应过程的话 主要是对它一个初步的恢复训练 主要采取这么措施 一个是对它的肌肉肢体的活动 因为毕竟经过15天的话 15天的飞行下肢肌肉或者骨骼 不再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 还有一个在适应 所以做身体的肌肉力量的活动 第二的话 要及时地补充着体液 因为航天飞行 可以使人体大量的体液揪失 揪失还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补充了体液的话 就可以使我们人体内 有效的循环血量增加 来避免航天站到地面上的话 出现的话 神经系统心血管方面的变化 现在一间医保人员 正在对航天员进行的 就是重力再适应的 这样一个训练 那您刚才讲到了 在太空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人体的体液会流失 流失的比例大概会有多少呢 这个比例的话 在飞行初期还是比较严重的 一般可以占到体重的7% 比如像飞行的前三天 体重的话 体重可以发生减轻的变化 大量的体液排出体外 所以丢失的水分可以达到 一到两升的这种比例 那补充体液的话都补充一些 只是简单的喝水就可以吗 还是说有专门的一些营养液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喝 各个国家不一样 我们国家的话 现在主要根据以往的飞行 主要采取了一些水和营养 一些配物的这种液体营养液 实际上的话 不仅是水 还有一些电阶质 身体必须的一些电阶质成分